我是姜云凤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非常独特的女性 很多女人羡慕她 觉得她嫁了好老公 她的老公有权势 又医俊又潇洒 但是她却说 下辈子她不打算嫁她了 她是谁呢 她就是台湾女孩人 马英九的夫人朱美青 朱美青跟很多官夫人不太一样 她穿牛仔裤搭公交车 而且一直有自己的工作 很多人认为 在明年马英九争取延任 陷入苦战同时 朱美青是她最大的助选人 到底为什么台湾民众 喜欢朱美青胜过马英九呢 我们先带您看看 这是三年前 马英九继选台湾领导人 投票前一天 朱美青帮她败票助选的情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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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民主胜定 来到周美青蒲突击 由于美青所以呢 来到民主攻击 趙个儿子 hasta过来 加油 prayer 烬感转 你ُ终 eres 难 eaten 快 一样身份更软,分析身份衣败票 我觉得其实就是明星思变 大家真的光有变心切 男生说台下有危机呀 一直都有危机来吧 一直都有 现在他紧握每双手 这一刻一张票都不能上手 你没有看错 那的确就是台湾领导人 马英九的夫人周美琴 她看起来有点像男人婆 事上很多台湾民众 第一眼看到周美琴的时候 一开始是有点纳闷 接下来有点失望 不过到现在则是满满的尊敬 为什么我们来看看 因为马英九出道很早 30岁的时候就是台湾的政治明星了 但是一直到他48岁 也就是1998年 继选台北市长那一次呢 大家才第一次看到周美琴 就当周发现说 这个周美琴看起来不像素美丽 那么高贵美丽 也没有像陈淑丙的妻子 吴淑珍那么幽默风趣 所以一开始慢慢会觉得说 这么帅的小马哥 为什么娶了这么平凡的女子 但是过去几年发现 周美琴从来不干政 而且非常的无素自然 所以慢慢地就觉得说 周美琴甚至比马英九 还要来得更有吸引力 很多人都是因为周美琴 而投了马英九一票 而这样的周美琴 到底怎么出生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小档案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跟马英九一样 都是出生在香港 因为大时代的缘故 他的父母是南京人 但是大时代逃难到了香港 生了周美琴 爸爸是周兆贵 母亲是乔欣珍 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 嫁给了马英九之后 他生了两个女儿 而过去二十几年 他一直有自己的工作 担任台湾赵宫国际商业银行的 法务处长 而在马英九成了领导人之后 他退下来 目前是台湾红十字会的名誉会在 很多人看到周美琴 觉得打扮非常独素 都会开想说 或许他跟马英九一样 都是出生在很普通的公务人员家族 但是相反的 其实这个裤裤嫂 周美琴呢 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船长家庭 而且这个富裕 跟当时的台湾人比起来 真的是相当的有钱 我们来看看他的家庭背景 牛仔裤 简单上衣 珠宝绝体 周美琴 其实从小来自富裕家庭 父亲周教会早年在远航业赫赫有名 周教会在离婚四十几年 已经当上船长 每个月有四百美元的薪水 是当时公务人的八十倍 台湾电动时代 一般小孩连鞋都没得穿 周美琴却从小念私立学校 周教会花钱塞肥子女 也很会理财 过世后严下上迷房产 光是周美琴就继承两栋房子 包括台北诗单 陆志一栋四城楼公寓 市价一千三百万 新链旧房子少说市价也近千万 包括市链房子周美琴已经够给哥哥 出身产党家庭 即使从小富裕 周美琴却低调 国外炫耀 全都来自父亲教养 周美琴运出来派一条 总部是有派车给他 吃完小吃的还很晚 那就说搭总部派的车回家吧 周美琴却把他送一拜 说过去搭街银 凡事解约 不麻烦别人 是父亲给周美琴的训练 一直紧记周教会的教诲 周教会对周美琴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深远 而周美琴为什么有这样的家教 对他爸爸的出身背景 还有工作很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周教会 也就是周美琴的爸爸 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爸爸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进入了上海无松商船学校 这个学校是清末的大臣 慎春怀所出办的 目的是替中国培养西方的 海市军事的人才 所以他的爸爸在毕业之后 就进入了轮船招商局服务 周教会因为常年不在家 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 他的太太独自带着两个子 就逃难到了这个香港 当时周教会是开着轮船 直接到香港回合 而三年之后呢 周美琴就在香港出生了 随后一岁的时候呢 跟着父母来到了台湾 很多人说他的个性呢 其实父母非常有关系 他的爸爸周教会因为行船 所以从小就有国际观 事上管教也非常的严格 只要孩子不关了 出手就打 而且爸爸的身高超过180公分 而且船长的手劲很大 可见家里的管教非常隔 至于母亲方面 则是给周美琴带来了 独立跟抗压的性格 像我们之前看到 他的母亲呢 独自带着孩子逃难 同时在爸爸 在这个国际上走船的时候呢 家里妈妈可以说是母亲动植哦 所以说母亲的独立抗压性 也给周美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只是没想到说 他之后混入到了马一九呢 做的也是这样子母亲复制的工作 我们来看看到底 马一九跟周美琴是怎么认识的 这就要谈到念书的事情了 周美琴因为家里环境不错 所以从小念的都是贵族学校 我们来看一看 从他国中时代呢 就一直念的是私立的在新中学 到了高中时代 他念的是台湾最好的北一语中 也就在那一年呢 他很好跟马一九的妹妹是同学 有一次去了马一九家高十角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但是念大学的时候 一个念台大 一个念正大 而且双方各自交了男女朋友 并没有来念 不关键点就在1974年到1976年 当时周美琴到了纽约大学 去攻读这个法律硕士 刚好这个马一九也拿了中山奖学金 也到了纽约大学念书 当时马一九的妹妹就拖着哥哥 要照顾这个周美琴 同时刚好有一件事很偶然 就是这个马一九呢 膝盖子受伤了周美琴呢 就照顾这个同学的哥哥 没想到两个人因此来念 在两个人都拿到硕士学位 而马一九被哈佛大学录取之后呢 他回忆说 当时呢 他跟周美琴约在这个图书馆前面 两个人面对面有点想谈判 他就在字条上写了说 事到如今恐须宿定 不再犹豫嫁给我吧 向周美琴求婚 而周美琴也当场点头 结果两人就成就了一段姻缘 周美琴的政大毕业照常把披肩 看起来很有女人味 不过这个时候的她和马一九并不来电哦 事实上周美琴是马一九妹妹 马日君的北英女同班同学 到马家包水饺就和马一九见过面 想不到千里姻缘 竟然是在太平洋备案 美国纽约 1974年在纽约相恋 三年后两人决定 攜手共度人生 我这个年代都不流行求婚啊 你这样真的是 你骗术实在太高明哦 她也没求婚 然后这么好的男人到手 快教我们一下 她好吗 马一九到底哪里好啊 这可能是周美琴心中百思不解的疑问 因为才刚结婚 周美琴就必须为了另一半 放弃自己的许愿 在马一九共读博士的时候 周美琴扛起假计 在马一九进选的时候 九十度急功为他拉票 风景界的浪漫不足为外人道 面临抉择牺牲的走出周美琴 与其说是马一九三十二年前 做了正确的决定 不如说是周美琴对马一九 不悔的约定 真的是不悔的约定 我们刚看到 这个两人结婚之后呢 马一九继续去哈佛 攻读博士学位 至于周美琴呢 则是放弃学业了 接了三份餐 包括早上在餐厅呢 当中的招待人员 同时也在这个哈佛的图书馆打工 另外他还接了东亚研究所的助理 而过程当中呢 还生了大女儿 他提回忆说 两个人当时生活呢 非常的简陋 没有家具就捡别人扔掉的 而经过周美琴布置之后呢 简陋的小物也充满了温馨 所以这样的小家庭生活呢 在1981年 也就是马一九学生之后 回到台湾担任蒋经国秘书之后 就改变了很多 我们知道蒋经国对身边人 要求很多 所以当时呢 马一九的工作压力很大 而随着马一九呢 在这个蒋经国身边 慢慢展露头角 接下来公众对于这个马一九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了 周美琴曾经回忆说 回台湾没几年啊 他之后呢 生这个老二二女的时候呢 当时在医院 他本着要这个生产 结果马一九因为工作的关系 姗姗来时 没想到他到了医院呢 故事团团团把他围住 要签名 周美琴好像又好信 他就说 马一九是说 到底是谁要生孩子 还有一个小故事是 随着马一九步步高升 在他担任路委会副主委的时候呢 有一次全家四口去看花展 但是没想到 才刚刚到这个花展的门口 马一九就被很多的这个马一 给团团团围住 要求签名 就周美琴呢 只好签着两个门 先去看花展 没想到 我们俩看出来之后呢 这个马一九还在签名 就回家之后 周美琴就告诉马一九说 以后我们不要再一块出现了 因为不太方便 也因此台湾民众呢 一直都没有看到 这个周美琴啊 得到马一九 在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还出现 可以说呢 在心理上 周美琴从来不想担任 政治人物的妻子 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呢 他还是会帮这个马一九的 每次马一九选举 都是在选举前的时间 投票期的时间 这个周美琴才会站出来扶选 但是他扶选非常有魅力 比如说有一次他说 他说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马一九呢 不是很有人情世故的人 但是他也跟大家说 他虽然没有人情世故 但是他跟大家一样 很正直 很善良 很忠 很温和 很负责任 听起来似乎是贬义 但实际上是褒奖 而且很多媒体也发现 周美琴的情商 要用马一九来得高 比如说两年前 台湾发生了巴巴水灾 当时马一九到现场 去问灾民 结果呢 马一九的回答是冷冷地说 你们要我来 我不是来了吗 反观这个周美琴呢 则是到了现场 亲切地 安慰地 拥抱这个灾民 给人的感受 比马一九要温暖许多 大家的泪水 有心痛 有感动 台东京 嘉兰村 这次风雨 胡适冲走 五十一间房子 扑三百人无家可威 赞东部交通情统 一个个拥抱他们 在民满腹心酸 清泄而出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 在民满腹心酸 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尤其是这些大难不死的好自来 周美琴听着他们的歌声 和他们了着毛未来的梦想 当房屋设计师 而以后来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不要败处而为 如果那个是你的梦想 那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你就要一直往里面走 在那可以摧毁家园 但回不了孩子们 对未来的期待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 再来听见你跑啊 作为郑志荣的另办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马一九曾经回忆说 在这个2002年SARS期间 当时他担任台北市长 曾经42天为了疫情 没有回家 就有一天回家的时候 周美琴还说 这个疫情为一业 也合理加为呢 要他以大宇作为榜样 可以说为了证据 虽然不喜欢 出去从事这条路 但是这个周美琴 等于是放弃了先生 但是没想到 马一九在2008年 选上了台湾领导员之后 登上大位 周美琴 更要付出他的工作 周美琴是个怎样的职业女性 为什么搭公交车上班呢 等一下告诉你 更多他的小故事 然后再次